我只是霍家的一件附属品 嫁入大豪门霍家 生下三胎还全都是儿子 能拥有这样的生活 朱玲玲一度被戏称为拯救了银河系 然而豪门无情 朱玲玲却在五十多岁时晋身出户 如今改嫁后 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的儿子 大儿子霍启刚各方面都很优秀 自然不用过多操心 但二儿子和小儿子 却是一上一下两个极端 二儿子四十多岁迟迟未婚 继承财产的可能性存疑 反观小儿子 三十五岁却还风流成性游戏人间 倘若他和霍振婷能一直好好的 两个儿子又何至于此呢 朱玲玲在霍家有三个儿子 他的大儿子霍启刚想必很多人听说过 作为霍家长子 霍启刚从小就接触着良好的教育 而他自己也不负众望 自小就成绩优异 后来更是成功进入全球知名的牛津大学学习 且毕业后曾在高盛索罗门等国际知名投资银行担任分析师 能考入牛津大学的都不是凡人 能拥有家族企业的霍启刚 也必然不会长久为别人打工 所以在国外历练了一番后 他就回国发展 并爱上了郭晶晶 跳水冠军郭晶晶 想必不用介绍 大家也都知道 他当年和霍启刚的婚事曾火遍全网 很多人都说郭晶晶嫁入豪门 攀上了霍家这座大山 对此郭晶晶并不在意 还曾很骄傲地说 豪门很多 跳水冠军却只有一个 正如他公共霍振廷说的那样 郭晶晶是下家到霍家的 或许就是如此不卑不亢 郭晶晶才能被霍家看得很高 结婚之后 霍启刚和郭晶晶更是亲密 郭晶晶还为霍启刚 诞下三个孩子 他的微博上 也时常有他们一家的动态 其乐融融十分甜蜜 夫妻俩正直朴素 低调的正面形象十分圈粉 也是因此 霍启刚被选入担任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并且还是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 第十三届委员会副主席 可谓继承了他爷爷霍英东的爱国意志 现在霍启刚的家庭幸福美满 事业有成 不得不说 朱玲玲这个大儿子 活出了很多男人想要的生活 但是再看他另外两个儿子 比霍启刚差了不是一点半点 身为霍家的二公子 朱玲玲的二儿子霍启山也比较优秀 不同于他的大哥在政界闯出了一片天地 他留在家族企业担任副总裁 并且还是广州市总商会副会长 霍启山小时候在英国长大 但是也时常会跟爷爷霍英东回国了解情况 受到爷爷的影响 霍启山也有着一股爱国之心 霍启山在2009年开始 帮助父亲霍振婷处理家族产业 在2014年当选了广州地区政协 香港委员联谊会青年事务委员会主任 后来提出重要提案 为粤港澳地区的发展 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事业上 霍启山也没有什么让朱玲玲操心的 但是他的感情生活 却让朱玲玲有些焦头烂额 众所周知 霍启山第一次恋情是与明星张子怡 两人可谓是郎才女貌 十分般配 两人相识于一场慈善晚宴 当时21岁的霍启山 对张子怡一见钟情 被他美丽大方的外表 所深深吸引 后来两人也是高调 爆出恋爱的消息 两人常被爆出在一起的照片 看上去十分甜蜜 但是最后兜兜转转 这段感情还是无疾而终 毕竟霍氏家族是豪门大户 就算不考虑家事 张子怡身处复杂的娱乐圈 也实在不是一个大家族子孙 应该选择的妻子 霍启山的第二段恋情 是和一位外籍内衣模特丽娅 丽娅身材较好 容貌以利 让人很容易产生好感 就算霍启山这种 见多美女的贵公子 也非常迷恋丽娅 霍启山在最初追求丽娅的时候 就非常用心 也不惜花重金购买豪宅取悦丽娅 并满足丽娅对她提的所有要求 两人恋爱后 霍启山并没有高调 而是想等合适的时机 把丽娅带回家 两人相恋了四年后 所有知情的朋友 都觉得他们会结婚 而霍启山似乎也觉得时机成熟 把丽娅带回了霍家 不料霍启山的奶奶不喜欢丽娅的职业 两人最终也不了了之 这或许也是身处豪门的无奈之处 就这样 直到霍启山四十岁时 她身边还是没有一个知心人 身为母亲的朱玲玲 自然是无奈和着急的 她多次向霍启山催婚 而霍启山也只是回一句 顺其自然 跟大哥霍启刚相比 霍启山的感情生活已经够让母亲操心了 但要提到小儿子 朱玲玲无疑更头疼了 霍启人是朱玲玲最小的儿子 在中国家庭中 最小的孩子一般也最受偏爱 况且在霍启人成长的过程中 正好是朱玲玲和霍振婷感情崩裂的时候 两人都觉得对霍启人有所亏欠 便都更加溺爱她 出生在有钱有势的大家族 父母还对自己非常宠爱 霍启人难免变成了花花公子 不同于两个哥哥的优秀努力 霍启人在16岁时 就开始流连于夜店之间 与多个模特之间传出绯闻 说霍启人是浪荡公子 一点也不为过 他在英国留学期间交往了一个女朋友 对方也是富二代 两人恋爱时如交似妻 经常在网上发布情侣照 后来两人因为各自学业发展 不得不开始了异地恋 谁都能想到 霍启人根本耐不住寂寞 和女友的闺蜜在背地里交往了 还被狗仔拍摄报道 后来女友也知道了 自己被男友和闺蜜双双背叛 竟无法接受选择自杀 一时间 霍启人身为此事的始作俑者 背后也是骂声不断 心大的霍启人并不在意 后来还是与女友的闺蜜 大大方方地在一起了 但是他们的恋情也并没有持续太久 在2008年的时候 霍启人认识了绿茶发电机杨千佩 两人被曝关系暧昧 杨千佩还曾深夜陪着霍公子九个小时 之所以有这个称号 就是杨千佩总能轻易吸引到男人 尤其是富二代 这样说来 霍启人能被他拿下 大家早已见怪不怪 好在霍启人后来交往了一个泰国女友 这位泰国女友也是出自身世显赫的家庭 样貌落落大方 与霍启人很般配 而向来花心的霍启人 好像真的转了性 在交往了泰国女友之后 看起来非常老实 而且还开始接触家族里的事物 可能是玩够了 有点朝着正途发展的意思 这对于朱玲玲来说也再好不过 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够有成功的事业和美满的家庭呢 至于朱玲玲 她也是经过辗转 才找到了最终可以依托的人 朱玲玲是他们那个时代 一个耀眼的存在 在参加了香港小姐竞选后 她获取了冠军 并吸引了大她12岁的霍振婷 年轻的朱玲玲并没有想太多 她敢爱敢恨 当时她也中意霍振婷 就勇敢地嫁入豪门 很多人都说 霍振婷对朱玲玲 并没有太多的感情 只是看中了朱玲玲的家世清白 和她的善良美貌 认为她对自己事业的发展有助力 这可能也是两人 最终没有走到一起的原因之一 朱玲玲最终是对霍振婷 有爱慕之心的 成熟多金又温柔的男士 谁能抗拒得了 但只能说 朱玲玲对于霍振婷的期望太高 两人在一起时 霍振婷还曾当着岳母的面发誓 坚决不会玩弄朱玲玲的感情 可事实证明 男人的承诺大多都不可信 嫁入豪门 两人接触更多之后 朱玲玲才发现 她和霍振婷有很多隔阂 朱玲玲是活泼的小女孩 热爱一切运动 但是又有些社恐 不愿参加一些交际活动 可在豪门中 交际活动必不可少 霍振婷则是显得游刃有余 享受其中 两人的共同话题也逐渐变少 恋爱时的新鲜感逝去 平时也没有合适的话题交流 那感情也将变得越来越淡 对于霍振婷这种 有钱有势的人来说 身边从不缺少诱惑 在两人结婚22年的时候 霍振婷被传出 和一个女播音员有暧昧 朱玲玲向霍振婷求证 也被霍振婷不在意地承认了 果然 恋爱时的海事山盟 不能够轻易相信 看着霍振婷一脸淡然 毫无愧疚的样子 朱玲玲也觉得失望透顶 她与霍振婷大吵之后 就搬到了其他地方居住 离开了霍家 或许是许多的失望积攒到了一起 也或许是自己的小儿子 已经长大成人 让朱玲玲不再有顾忌 在2005年 两人结束了长达27年的婚姻 朱玲玲逃离了 让她压抑的霍家豪门生活 这对于苦苦等待的 罗康瑞来说 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传闻说 罗康瑞苦练朱玲玲八年 最初见到朱玲玲时 就想追求 但是却被霍振婷抢了先 罗康瑞被认为 是朱玲玲的蓝颜知己 两人经常在一起谈心聊天 在朱玲玲没有离婚的时候 两人也时常被传出绯闻 霍振婷也经常警告朱玲玲 但是朱玲玲觉得 她和罗康瑞之间非常清白 毕竟朱玲玲离婚之后 罗康瑞追求她两年 两人才确定结婚 所以她处于50岁的年纪 再次嫁入豪门 也没什么被诟病的 而朱玲玲和罗康瑞的结合 至少目前看来是合适的 两人在公共场合 看起来非常恩爱 朱玲玲都是面露喜色的 罗康瑞更是完成了多年夙愿 春风得意 他们结婚期间 两人也没有传出什么不好的消息 朱玲玲也看起来洒脱大方 更加有魅力 这可能就是和正确的人 在一起的生活状态了 朱玲玲没有把自己 局限于霍家豪门 不委屈自己 过得潇洒四亿 即使是青春不在 也照样能够吸引到人的目光 她现在的生活 称得上是美满的 唯一要挂心的 也就是在霍家的三个儿子 在霍家的大儿子取得良妻 事业有成 不需要她多加费心 二儿子也同样优秀 只是感情上没有更上一层楼 让人有些发愁 小儿子是最不让人省心的 风流浪荡 没有定性 朱玲玲对于三个儿子的忧虑和关心 也正是一个普通母亲的心意 在朱玲玲的催促和监管下 相信她的两个小儿子 也都能像他们的大哥一样 实现美满的人生 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